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的手相 灭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中国传统手相 可以根据一个人 男左女右 掌型来断定出一个人的富贵贫穷 那么手掌里面有九宫八卦 你看 九宫八卦 像这个图片当中看到的 手掌中的某个宫位 有不同的纹路 下面六种纹路 我们来一一介绍一样 都是非常富贵的纹路 第一个是玉井门 玉井门是一个或多个井字门 在首相当中的迅宫 一个或多个 离宫 坤宫 这三个宫位 其中的迅宫 玉井门 是多财富 多井门在跟玉阶 玉阶梯一样 就是说跟这个梯子一样 多福多怒 并且有贵人相度 黎宫见井字门 也是贵人相度 坤宫见井字门 出生在富贵之家 那么还有就是第二种 国印门 国印门其实就是 我们以前讲的叫印章门 就是口子型的 一个印章盖下去 就是国印门 生在乾宫 乾宫在哪呢 就是在这里 乾宫 更宫 对宫 以及中宫 这几个地方都是非常不错的 没有干扰到主线 这都是大贵之名 特别是在乾宫 建到这个印章门 国印门 叫天印贵路 中宫见国印门 也是主国家权贵 第三个呢 是美鹿门 美鹿门呢 其实就是像女字一样的 一般长在中宫 这种女字门 或者是它是这种形状的 跟鱼儿一样的 这种交叉的 这种一行 这种米字门 出现在中宫 还有这个队宫 坤宫 还有更宫 这种地方居多 是一个人 人缘吉家 俘虏双全 并就富贵有余的命想 第四个呢 是金印花纹 金印花纹呢 其实它就是米字门 这个跟花朵一样 很多花瓣 是一个人呢 福运和寿运的象征 这种运呢 出现在坤宫 队宫 以及乾宫 是主人长寿的 这个印文呢 如果是长在离宫 更宫呢 主是这个福禄贵起 第五种呢 是宝禁文 宝禁文呢 就是跟这个圆圈一样的 跟一个镜子一样的 握在手中 是一个观印和权威的象征 出现在这个坤队 乾三宫 主五官全职 其他的功能为文质 富遥文 这第六种 富遥文 富遥文呢 就是这个 两个叉 我们说遥嘛 两个叉 又向富又向遥 叫富遥文 主学堂智慧和贵人助力的象征 这个出现在更宫啊 镇宫啊 这两个宫位 都是文昌星照明 主科举重魁 并且呢 这个出现在 坎宫的位置呢 是这个叫 坎余文 主贵人助力 一生富贵无比 好了 有关这几种文录呢 就简单分享到这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